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,一群学习中文的澳洲学生来到墨尔本唐人街的澳华博物馆,参加博物馆举办的介绍端午节的活动。 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,以及端午节的传统食品种子的制作方法。 学生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舞表演《徐仙和白娘子的故事》,一个和端午节有关的古老传说。 这位由澳洲男子扮演的徐仙,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。 白娘子的优美舞姿让学生们领略了中国舞的魅力。 他们是活跃在墨尔本社区的威荣舞蹈团,应邀参加博物馆的演出。 演出之余,演员向学生们教授徐仙和白娘子表演中有关的唱腔和动作, 让学生们亲自体验其中的韵味,在轻松愉快中学习中国文化。 因为我们刚开始舞团成立的时候,我们只是到一些,比如说华人的特别节庆, 比如说中国新年,中秋节,我们参加一些中国舞蹈的演出。 但是我们后来慢慢发现,就是这边的华人小孩,对我们的中华文化不是很了解。 然后我们就慢慢有这个想法,把一些中国故事或是一些传说, 把它改变成适合小朋友看的节目。 看着孩子们兴事勃勃地模仿着他的动作,令人产生一种深深的感动。 他们是如何让这些澳洲孩子这样的投入呢? 就一面演出也配合一些讲故事的形式啦,或是一些唱歌跳的形式, 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去接受这样子。 海外华人颜黄子孙,因为他们深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,才会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去弘扬光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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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